Hello 我是Lakaraki 今次講一講今期的今日的三放送和整理 個人看完今次的三放送之後 個人認為今次的三放送是以P&D本街Event為主 所以假如想看合作情報的話 今次可能會失望一點 好 今次不宜遲 先講回正題 今次的三放送是六個情報公開 而主持方面是磨解自己一個Solo 所以可以看看牙界啟示給各位 首先第一個情報 就是依然地都是eSports情報 因為10月16日是P&D的全國大賽決勝日 所以假如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而Next情報二方面是297 Project情報 今次不同的是會送些東西給觀眾 有些什麼呢 有三樣東西 首先是送3 上次公開過的P&D場就3 而第二個是送手錶 個人認為手錶是值得抽些 畢竟相對之下是貴些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抽一抽 但最正都是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P&D的CD P&D三出CD的唱片 是收錄回全年10年間的65首歌 而發售時間是11月23日 而這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右邊的五位母豬 各位看到了有屍龍換屍 斷龍換屍 左邊兩位好像是屍龍契屍兼龍換屍 所以這五隻我肯定肯定是會有新的角色出現 個人推測下一個P&D的Pool是IdlePool 畢竟只看這五位已經好色了 特別是屍龍換屍 個人以為打鼓的屍龍換屍是很棒的 好希望盡快有啦 11月23日 好而情報3是開發情報 但今次情報是編回新手向的 是一個令新手更容易玩P&D的update 而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update呢 事源是聽三本講 他跟岩整勇氣挑戰一下由零開始玩P&D 試一試由新手0Ranking到打完鬥技場的時間 兩個人試完大概用了7個小時 所以三本發現遊戲對新手不太有利 變相今次update是以新手為主的 有哪幾樣呢?有6樣的 首先是新手教學的Skip技能 兼新手教學完成後送素材 送的家彈、錢、彩龍等都不錯 而假如不是新手都放心 因為是打完新手教學就會有 變相基本上全傷玩家都有 所以放心甚至夠玩家都會有 而第二樣是BOSS調整 這個調整是大件事 因為更新之後 某些角色是不會計時有數的 有哪些有進化用、強化用、覺醒用兼埋卻用的角色 是更新之後不會佔位的 例如這裡是不會佔任何位 即是本身目前喇叭佔一個位 雖然可以疊加但也是佔一個位 而更新之後是完全不佔位 變相更新之後會省很多位 再下面第三樣是普通地下城的更新 更新什麼呢?首先是每一層通過的事 是送1萬MP報酬 一層1萬MP 所以假如不夠MP的玩家 可以先打定這個地下城 是普通地下城來的 而就算打完都不要緊 因為打完的話 之後純粹會直接補回MP給你 變相夠玩家都不用擔心 而再者是有調整 層數是變回3至5層左右 畢竟夠關的地下城通常都是十幾層 所以3至5層變相容易玩少少 新手來說都是不太悶 再者有個加彈的掉落感 OK 而update 4 在隊伍揮出方面 有8個揮章是更加容易入手 各位見到比較常用的全體章 SB章 封印章這些 更新之後的入手條件是升回就送 就不用打回一些畫面級的關卡 所以變相之後的隊伍章是容易入手 而第5樣簡單的東西都是 在武裝設定方面是更加容易的會 畢竟level限制由83變回95 但這一樣對救援家都不影響 至於第6樣就影響了 畢竟PND是終於加回一個連抽機制 各位見到在更新之後 未來將會有5連抽出現 是5連抽 畢竟目前PND任何的火金機 金彈龍機也好合作機也好 全部都是單抽的 在將來的機制之下 是多一個5連抽的 我想就並不限於金彈龍機 相信合作機也會有的 所以這一下都是突破幾大的update 但是聽三本說 他是不想加回這個機能 三本曾經都說過 不想加回5連抽 10連抽這些 因為經過各位的射系 用得很快 那為什麼又加回呢 他說因為是太盜援家要求 現在不是10連抽 3連抽 5連抽都實裝過 所以才加回5連抽的常珠機制 但是個人認為這個就不適合新手 更加像是適合課金的課獎 好 情報3講完了 這裡都是以新手為主的調整 而情報4是switch的版本情報 今次公佈的最優秀相是 這個 凌央神的地下城 而這個地下城的名字挺正 凌央神養寵物 這隻寵物就是10連龍 也挺有趣的 而更有趣的是 凌央神之後 是將會有一個新進化追加的 OK 左邊這位非常大燈的妹豬 在未來會有一個新進化 個人就希望不是一些意識版本 希望是一個全新的進化 好 情報5是Event情報 首先是呂靈次元的新層數 靈次元也是神秘關的last一貫 而呂靈次元的實裝 都可以說是神秘關卡的落亡 而這次同樣地都會有個稱號的差輪子 個人認為假如以表靈次元的玩法來說 呂靈次元應該就不會特別難打 希望吧 好 Event 2是Halloween的Event開吹 今次Halloween是不得了 非常不得了 因為今次限定重是網絲淡蕩的鏡魔女 好波 非常好波 這張圖簡直是細一極的魔女 無論是表情兼衣裝並且網絲的描寫 都堪稱完美 所以這張圖簡直是神級作畫 個人是一定一定入手的 不用說了 太過正了 而聽三本講這位是可以動的 所以我想是九星重了 九星的位以上次玩法應該是BGM重 即是迫著買的 但不要緊這對網絲 勒克勒克認為多多錢都肯買 而最後一位是黑湖的萬聖節版 這位聽三本講是變身寵 不像原版 原版是武裝變回進化後 這個是變身版本 變相似乎是星七寵 好 Event 方面是十月開吹 各位見到這個妹豬真是頂不順 個人是一定要入手 而下面的Event 情報是大感謝祭 連續三個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的感謝祭開吹 而十月份送什麼呢 首先 就是魔法師一百個而已 OK一百個而已 個人是想興奮點 但一百個似乎不夠 畢竟大感謝祭皮膚是送多一點 一百個就不多夠猴 但看回都只是十月份的良而矣 希望十一月份兼十二月都同樣地會派石 而第二個是十大Reset 主要都是親友兼送抽這些 假如未升一千Ranking 這幾月緊記要升一升 畢竟抽蛋狼方面更新了 你看到有哪些職女 就知道這次加回不少新限定 而在下面第三個是重頭戲 畢竟是新的Fest限定登場 而這次限定並不是一隻一隻來 而是八隻角色 升七三隻 升六五隻 合共八隻限定神一次過來 一邊幾隻有 紅聖的雙劍姬 正黑的雙虎姬 妖倫的雙刀士 和六星五隻 雖然某些角色都很像龍契士之旅 但似乎是一個全新系列 而時間方面是十月中開始 十月中的神粒就會開抽 就算不想抽也不要緊 因為官方會想一顆2022年的大感謝祭幣 這顆幣可以換回三選一的升七限定 所以到時可以慢慢選 好 那本家情報大量公開了 而最後壓軸的是合作情報 但個人認為就好 怎樣說好呢 比各位想像的不太同 畢竟見不少的 comment 都是想要龍珠 死神 火影這些 但最後竟然是傻貓 沒錯就是Kitty貓再次登場 也就是Savio的伏克 那角色都多 有五隻新Kitty貓 並且有這個 這個傻魚 個人認為多可愛 變身之後變回水潛艇 這個傻魚非常之正 但個人認為最正的是這一個 Kuromi LuckyLucky最愛的Kuromi 變身之後這個渣飛機Mode是非常可愛的 所以面上也要安排一點點 好角色不說了 今次復刻都加了不少event 首先有抽蛋的布丁狗龍地下城 打完之後送回布丁狗 再者是有Savio的鬥技場 打完之後是有三個武裝掉落 而報酬是怎樣就不知道和不和味 最後最正都是這個 Savio的專屬稱號 這一個是Kitty貓 雖然個人就想是Kuromi 但Kitty貓也挺可愛的 而這個挑戰是以固定team 兼且時間形式來做地下城 我想都不會難打的 到時可以看看怎樣打 而時間方面在10月3號正式開催 即是下星期一 所以角色調整兼能力方面 總會在明天星期五是全數公佈 到時先講講勁不勁 好今次的3放鬆整理就到這裡 個人認為最特別的有幾樣 首先是5年抽追加 這個也是猜不到的 在10周年來講 所以之後抽取更快 而第二是零次元 畢竟都是高難度關的追加 第三是Halloween的魔女11 這個不用說 只是看到鏡魔女這對網絲 足以證明這個Effect一定會成功 而第四樣是第感謝祭 10月份送回100石 兼且10大Reset 還有新Fast限的 3隻升7 5隻升6 合共8隻會在10月中開催 變相還有2個星期左右 所以最快的是下星期開催的Sanreal 10月3號開催 想抽的朋友可以留100石來抽 好,今次三方送整理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希望給大家訂閱我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